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续题 这个在我们经本的第五面开始 叫续题 那么续题呢 也就是善导大师所作的这部四切书的总续 可能我们在读这些善导大师的文字的时候 这个续题就是总续啊 文字其实是很深的 也很难懂 有些同学可能也是觉得说 读来读去感觉就像容领物理 不知道善导大师在说什么 那有些也会说是 你不说这个善导大师本来都是以实修为主吗 这个当时的文字不都是很质朴很简单 不都是大白话吗 怎么他这个堂学书描起来也是让人摸不着编底啊 其实如果说是我们要是回到这个 这个一千三百多年前啊 回到善导大师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啊 这个四切书里这些文字啊 就是当时的白话吧 最简单的文字 所以我们看这些 经典在翻译过程中啊 曾经有一个文字 它叫遍体文了 我们读阿弥陀经呢 读无量寿经就感觉到 他本身跟文言文的语法啊 造句啊 结构啊 都是有点不一样的 因为你要读文言文 它是有规律可行的 并且结构方面更加工整一些 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读 这些古代大师所翻译出来 这些经典的时候 感觉到有时候 他不一定是按照 这些文言文的结构在排列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时是用最简单的文字 去翻译 当时的白话 所以要遍体文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 有时候感觉到有些寄宋 它是两句是可以连成一句 有些是三句可以连成一句 有些是四句是可以连成一句 所以这些我们可能在前面学习 这个灰经三宝记的时候 已经看得出了 有些是两句乘一个意思 有些是三句 有些是四句 甚至有些是五句 所以在读这些的时候 我们都是感觉到 感觉到什么了 感觉到很惭愧了 这说明我们现在的根性是 有些这些当时的白话 我们看不懂 所以呢 像这些我们要 下去以后呢 多读一读 慢慢地去品味 慢慢地去思考 一点一点去对照 你总会知道他的意思 那么所以这个 其实善道大师 我们在学习过程中 我们总是说 他是一位实修的 非常了不起的实干家 但是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善道大师 作为进土宗理论的 极大成者 他也是一位佛学大家 也是一位理论家 并且由于他的文字 都是他得念佛三昧以后 他真实智慧的流露 所以我们看本一个字 这是得念佛三昧之后 这些智者 他的智慧的流露 所以本字的穿透力 是很强的 感召力也是很强的 这也是 印光大师一直说 在万代之后读起来 依然啊 字字都是这种摄手力极强 字字诸记 那么善道大师 在探完规定三宝记以后 写这个序旗 序旗其实就是写这幅 是写出的总序 首先是谈 首先谈是从总分 从我们这些各科性的 谈这个大谈真如啊 大谈法性 大谈实相 大谈如如 这些都是不同的名词 所谈都是同样一个事情 谈这些法性 十相 横辟十方 数穷三纪 五臣不测其别 十胜莫穷其计 这个五臣学人啊 这些地上的十胜啊 都无法测度 但是呢 他比方一转 同时又说呢 他又在我们的这个 营业心性之间 最顺不增 最凡不减 就是法性也好 正如也好 实相也好 如如也好 从理上来说 圣人和凡夫 佛与众生 都完全是平等的 但是差别在哪里呢 反夫 作为我们来说 圣道大师 这里说是 两狗如如啊 我们反夫是 有狗真如 那我们的真如是 被忽垢所覆盖的 或者在有些经论里面叫 罪禅如来藏 如来藏性 被凡朗所绑住了 所传扶了 那么圣人呢 这些佛菩萨呢 叫出禅如来藏 他们出离了这些 凡朗的丢缠 不受这些凡朗的疏忽 所以呢 他们是自在的 他们的本性 他们的自信 他们的实相 他们的根辅 能够全部显露 那叫五狗真如 正是因为 他们这些自信 他们的法信 他们的实相 能够 全部能够彰显 所以呢 他才能够产生大用 所以呢 他才能够 随着众生的机感而硬 能够失时失机的 像释迦师宗一样 要精入火载啊 来救把众生 来这个我们三界里面 来点灯啊 来为我们照亮啊 我们前行解脱的这些道路 但是由于这个 作为我们在三界里面 成龙太久的众生 赛道大师说是我们是 穷迷信和 就是我们本来 从理性上 从真如上 从如来造性上 都是和 祝福菩萨一样 是平等的 但是我们成龙太久 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 打拱太久啊 随着烦恼习气 转太久 所以呢 我们与我们本来 亲近的自信 与我们本具的法性啊 反而是相隔越来越远了 相隔越来越远 但是并没有失去 那我们本来 亲近的自信 并没有失去 所以呢 佛才要婆心切切地 悲灭我们 不厌其烦地 开古城教法啦 来决动我们的大悲之心 让我们回到 我们自信的家里面 不管是什么样更性的 所以 佛说法是等恰成老 平等的俯用 恰是下雨的意思啊 普瞻未闻之意啊 就是 让这些最禅的 当然是禅的 有深有浅 成龙的 成龙的思节 有长有短 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啊 什么样的结位啊 什么样的等级 什么样的层次 依旧是婆心切切 开古城教法 以平等的大悲之心 福利一切众生 让大家不管是什么风险都能够得到利益 这就是随着自己根线 随着自己的善根能得到利益 这是我们上一次学习的内容 好 我们接着看来 这个是第六页 第六页 也是出于 韩式续齐里面 总续的内容 所以 菩提种子 即此以抽心 正觉之雅 念念因此增长 一心其盛行 能于八万四千 见动则各臣所义 随缘者则接门解脱 好 刚才我们看到说 释迦始终以这种大慈悲悯之心 进入我们三界佛载 来平等说法 意应说法 他的唯一目的呢 是希望每一个众生 都能和他一样 同坐解脱之窗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虽然佛是在平等说法 但是我们众生的根性 是不平等的 根基是不一样 善根是不一样 这种福德智慧都不一样 所以呢 佛才要施设五成教法 慢慢地 一点一点地 寻寻善业往 让亲吻到佛法的众生 能够渐渐地生起慈悲心 福其众志啊 因此及此以抽薪 这种慈悲心的生起 是一念觉悟之下生起的 佛法之所以谈 祝佛者是大悲心事业 菩萨度众生也是由于大悲心事业 这种觉悟的开始啊 是心柔软的开始 觉悟的开始啊 是心慈悲的开始 所以可能我们这一念觉 我们总是谈一念觉 觉什么 一念觉是觉 觉悟到自己在三界里面 龙回流转的可怜啊 无量节的龙回总是难以处理啊 知道这种生死之苦啊 因为看到佛菩萨所谈的这种 龙回的现象 再看看我们现实生活中 我们的人生记忆啊 我们从年轻到壮年到老年 整个身体变化的过程 我们一生中所经历的 各种各样的起伏坎坷 最反观其实在这个世纪上 生活的每一个众生都是如此 即使富有千尘啊 即使有各种各样的 这种金银珠宝啊 等等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名誉地位啊 他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 僧老病死的苦难 大家都没有多大的差别 因为有这样的觉悟 感觉到自己流转的可怜 再去观察每一个众生在这个世纪 其实都是可怜名者 由这样的一念慈悲之心 一念觉悟之心啊 升起了大的菩提心 所以这里说是菩提种子 及此以仇心啊 大的菩提之心 不仅仅是自己要 在这一生 要升起大悦啊 希求处理啊 希求解脱啊 不能再轮回 不能再轮转 不能再成龙生死啊 不能下一生 又和这一生差不多一样 那是很没意思的 即使有些很 觉得这个很稀罕 想着啊 再多赚一点 或者是多赚一点钱 地位比别人高一点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其实他生命是不断在重复的 可能重复的过程中呢 其实是 下场是越来越悲惨的 所以这种有了大的 慈悲之心 有了大的觉悟之心 升起了大的菩提之心啊 要和众生一同处理啊 看到在这些 轮回中流转的众生啊 都是和自己一样的可怜 我们升起觉悟之心 我们也要帮助他人觉悟 因为有些人轮回久了以后 他确确实实来说 在这个三界里边 他住久了 他觉得这里是家园 谈到觉悟 他觉得跟自己相隔太远 他的臣佛觉得说 跟自己相隔太远 但是我们心头本具的阿弥陀佛 心头本具的释迦师兄 每思每刻都在我们心头挡住了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那么我们这种觉悟心的升起 郑哲之涯要念念因此增长 怎么样去保持 所以这种善根有生有钱 你看我们在学习弥陀要解的时候 我遇到是看到没有种善根的 没有善根的要帮忙他种善根 一句佛法都是善根了 大成经典的名字都是善根了 简单的一句记 四句记 只要他听到耳朵里边 因为他这些一切的佛法 他是清净法 是与染污之法不相应的 一切的佛法 他闹入到众生的心前里边 他勇为道主 他都在遇到缘成熟的时候 都会得解脱 没有缘的帮他种缘 缘浅的呢 帮他因缘给他加深 缘深的呢 让他的因缘成熟 那根据不同的层次 让他得到解脱 那么对于我们以聚善根的 要保持这种正觉之涯 无上正等正觉之涯 已经觉悟了的福气羹羊 这个小苗苗 要怎么样让他能够着丈成长 能够避养背着风雨所摧残呢 这是需要我们念念去保持它 去增长它 去增胜它 增胜保持的方法是什么呢 依心喜于圣行 这种圣行 就是各种各样的圣道行使 以自己的力量 断货正真的各种修学法门 我们一般所谈的 界定会三学 我们的门思修三会 或者说是我们从归金三宝开始 奉行五月十善 再行六度 等等等等 这一切的行持 都是保持我们菩提根牙 能够渐渐增长 渐渐渐渐渐渐渐有力的行持 这种依心 所依的是什么心啊 所依的就是我们要与众生 一起处理 一起解脱 一起成佛的心 那么这里善导大师 特别说是 能于八万四千 这个词我们一般在现在用得非常少 那么门语是什么意思 如果谈门语 正门之语 有正肯定有其他的 那么这些善导大师所说的 说这依心依着菩提心修学 修各种各样的殊胜的行持 保持菩提心的不退 保持菩提心的增胜 佛所谈的 佛所教导的法门很多很多 比如说有八万四千法门 那么为什么把这种八万四千法门叫门语 叫正门之位的八万四千呢 是因为善导大师这里所主要要谈的 是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呢 是正门 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是渔门 或者叫门语 门就是解脱之门的意思 门就是由会徒到净土的意思 由生死门到解脱门 门是途径的意思 门是方法的意思 那么这里有些看到说 善导大师把净土法门作为正门 但其他的这一切法门都作为渔门 门语 是不是又说高标净土啊 在贬低其他的法门 那么这种概念呢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在各个法门修学的时候啊 所有的法门都是平等的 但是呢 在华言里边谈 主伴圆 当我们以五个法门为主的时候啊 其他的法门都是作伴的 那其他的法门都是门语 都是做辅助的 我们以净土作为修学 以念佛作为主门 作为正门的时候啊 其他的修禁啦 其他的诵经啦 其他的各种福报的行持啊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门语 这些都是住门 都是住业 如果我们是修传的 修禁的 那么传门都是正门 那么净土啊 宋经啦 其他的各种行持啊 都是住门 这是一样的 我们就看我们在于是取哪一个法门为主 为正门 那么其他的呢 都是做辅助 那善道大师这里我们看 一般我们做是佛书法 有八万四千法门 他为什么说八万四千法门都作为蒙鱼 都是鱼门 那其实我们也要知道 这是善道大师有这样 他的智慧和气概 那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意思 就说 在佛所说的这些所有法门里面 除净土法门是二立法门以为 除净土法门是二 那是靠自立以及佛力 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靠自立得解脱的 那如果说是我们仔细再去看 从善道大师开始 一直到后面 连迟大师啊 偶遇大师啊 到阴光大师啊 其实这种思想是一昧相成的 只是说在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教法 那你看在道处大师 把他叫圣道门 净土门 在这个英华大师 把他叫通土法门和 特别法门 那么在善道大师的这里呢 他叫正门和门语 那正门就是净土法门 那么这个在善道大师的 法式战里边也谈到 正门即是弥陀记 旧经济脱断更远了 那以净土修学为主的时候呢 念破法门就是正门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正门 以这种行持 断除与三界的一切纠葛 永远脱 永远脱离轮回 后面说 见动则各成所 亦随缘则则接门解脱 虽然说 佛意应说法 但是众生的根基不一样 根基比较浅的 比较漏的 要用剑教 剑就是有次第的修学了 一点一点的凶套 一点一点的打基础啊 动的呢 就是根基比较利的 这些就是在动教来说 没有次第啊 就是当下能够原修原正的 这样的法门 那么不管是贱的 根性浅的 还是学习动教法的 根性比较深的 它都能够长到与自己根基所相应的法门 所以我们有些同学也会谈到说是 哇 就是一走进寺院的藏经楼以后 看当这个佛教的大藏经 那么多本 如果说是你就是从它到尾读一遍 不要去了解它的历历至少在三五年时间 那如果说你要下功夫的话 选一本吧 一本经书这一辈子得够做了 所以你看有些宗教 其他的宗教人家一本而已 多简单 我们为什么搞这么复杂 这启示内说就是佛的悲心啊 佛教的经典就像一个大学一样的 你喜欢医学的有办医学经典 你喜欢建筑的有建筑的经典 你喜欢逻辑的有逻辑的经典 喜欢哲学的有哲学经典 各个宗派各个法门所依的经典 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 你是哪个根基 你觉得和哪个法门比较有缘 修学过程中有些我们也会放弃 会经常窍来窍去 就是因为他修学一段时间以后 感觉这个方法与自己不合适 所以他找到与自己相应的方法 这个相应太重要了 相应以后呢 修学才能够上路 才能感受到法喜 如果不相应呢 你感觉很痛苦的 天天提心吊胆 那我们说的就是 修学这个法门 或者所依 目不经典 如果与自己根基不相应 我们什么有安全感的 如果说这个法门 这部经典 这种教法 与我们很相应 我们感觉心里很踏实 我们的目标很清楚 我们也知道 这一生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 所以这个完全是各称所义啊 就是佛所思设的所讲的不同的法门 所讲的各种各样的经典 其实都是为了开出药方 给生不同病的众生啊 那么由于这些众生的根基 有生有浅 但是随缘者则接门解脱 这个不管他这一生遇到什么样的法门 遇到什么样的经典 采取了什么样的学学方法 最终呢 都会得到解脱 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长短问题啊 或者说是因缘际会的问题啊 也学善根比较深的 福报比较大的 定力比较足的 所学法门比较好的 比较适合他的 那么这一生他就能得解脱 那么有些这一生 可能这些善根比较保守的 根性比较浅漏的 但是他有这样的缘 遇到了法门 遇到了这样的佛法 他最终在因缘成熟的时候 也能得解脱 所以说是都能得解脱 那么这里其实是善根大师 更多性地述说了 释迦世宗 这一代诗教大气的 大气的一个性气的因缘 那也是为下面的文字 埋下了福比 好 我们看下面 因其请故 即广开敬虎之要门 安乐能人 显张别异之不愿 其要门者 即此观经 定散二门事也 敬即犀利以年兴 散即肺恶以修善 怀思二行求愿往生也 言同愿者如大经说 一切善恶反复得往生者 莫不皆臣阿弥陀佛 大愿屹立为增上缘也 好 我们看这段 那么前面述出了 释迦世宗 一代释教的 硬化因缘了 大悲乐力 进入三界佛祭 能够关机斗教 能够因病私要 可以写五成教法 可以设种种法门 那么众生有缘 去行持的话 都能够获得解剖的法义 那么其实 前面站的文字 我们看大气上所谈的 主要还是在 正法向法时期的状态 那么虽然说 世宗一代使教呢 开启了各种各样的法门 那么我们从大气上去 概括的话 有滤教啊 有教门啊 有禅啊 有密啊 有定 就进出 滤就是通过持戒 修子 修定 和解脱的 所以我们看到 正法时期 佛祝世时期 比求持二百五十戒 就能得四果罗范的水平了 那真正能够处理三戒 那么 教门的 就像 华言啊 千态啊 信中啊 或相通 这些都是研习教理的 通过对教理的研习 能够大开圆解 就相当于 传门的开吾 器物 再去修子观 修定 真正的这道解脱 那么传中的修学呢 也是通过修静的方式 或者说是 我们现在一般 通过这种参化头的形式 安心守意啊 通过博出望界 见到真心 见信成佛 那么密宗呢 是通过 这一生的三密相应的形式 能够寄身成佛 当然寄身成佛 所成的佛呢 也是和产宗所说的 比性见性 那是一致的 那么这种行持 虽然这种教法的私设 多种多样 那山道大师说 还八万四千了 但到了后法时期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啊 我们都是 烦恼俱足的反复 我们都是 善根保守的反复了 我们是流转三界 又 很难相信 这三界之位 还有净土啊 那所以有些同修 对净土啊 产生信心以后 我觉得是 这是一件 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你要对 有些人去讲 说是要树立三界 要求生净土啊 等于是原目求语 那他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因为我们所说的 这种意境 我们所说的这种禁忌 与他的生活相隔太远了 他眼下的生活 那眼下的吃个拉萨啦 或者出去旅行啦 坐坐飞机啊 或者吃个玩乐 这是他的生活 他感觉这就是 他的倾堂啦 他也很自责呀 你让他去求处理 去求生净土 他觉得这个完全是 像千方夜太 那很难产生信心 那么正是由于这样 所以呢 善道教师指出了 我们这个时代 众生所面临的问题 好 我们详细了一看 这是谈我们这个过法时代啊 我们众生普遍所遇到的问题 首先谈 如果说是从众生的耕气来说 天才大师在《末国词观》里面谈到 有耕力 没有障碍的 或者叫没有折的 就是耕气非常非常的力 没有任何的障碍 佛事时期 我们看到十大弟子里面 像史利弗 穆建连 穆弗家舍 这一类 七千多人 挣到阿罗汉果了 耕气非常的力 没有任何的遮障 这次耕力 没有障碍 没有遮 还有些是耕气很力 但是呢 有障碍的 那像佛事时期 有一位叫杨军摩罗的 他也想学法得解脱了 但是呢 遇到邪师 告诉他要杀一千个人了 才能够解脱 那他杀了九百多人了 要凑够一千个数的时候 最后呢是想杀自己的母亲啊 这个时候佛看到 音乐禅书了 就站在他前面 最前面一阵 前面走 他看到有人出现了 然后就跟着他跑 佛看起来很缓慢 走得走啊 他怎么走的 怎么追都都追不上 然后最后是 引他到了起源精神 通过说话 让他能够破灭开悟 他文法也是当下就正的阿罗哈国 那这就是说 他的耕气是很利 但是呢 有这样的测障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耕动的 但是没有障碍的 耕气很动 但是呢 只要方法用得善巧 他也难得解脱 这个我们在佛弟子里边 我们谈的最笨的 都里盘图 你看 佛让他去扫地 扫着两个字 他都记不住啊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他能够醒悟 那就是他耕气很动 但是他没有其他大的障碍 他也能震得阿罗哈国 那么最后一种是 还是耕动又有障碍的 就指的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终身 耕气又重 障碍又重 所以我们一谈到这些 不要不承认了 真的事实就是如此 有些人觉得说 我能读得很高的学位啦 我口才很好啊 我很会赚钱啦 我耕气哪里通了 耕气的利益 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 舍利夫木剑林这些 七千三千 或者是一文当下 就能够挣到阿罗哈国 一文就能放得下 眼前的一切 不贪着眼前的一切 这是跟利益啊 这是出世的智慧啊 超越的智慧啊 我们现在一般谈 我们障碍重 三障 远消三障 救烦老 我们的业障 我们的暴障 我们的烦老障 业障 我们并说了 我们来到这个 苏佛世界 每个人都是 业障 产生了 那所以 你看 普贤 普贤 在行愿品里面 谈到 我们这个 反复众生的 业障 如果说实话 有起向的话 整个三千 大切世界 都融合不下 那么有些人说 念佛一生 能灭八十一劫 生死重罪了 我天天念佛 难道还把这些业障 消不掉吗 那佛都说过 天天念 这一生的行持 从生之死 所消的业 如爪上土 未消的业 如大地土 这是因为 我们融合得太久了 我们造作的恶业 各种各样的业力 太多了 一生的行持 想要消业 完完全全 把业尽清空 那基本上 是没有什么可能的 暴障呢 我们生在有些国家 生在有些江庭 那我们本身就是 遇不到佛法 或者说是有些江庭里面 学会到处处都是障碍 或者说是我们身体上 有这样那样的缺陷 那都对我们的修学造成不变 那么这些业障和暴障 如果说这是已经形成的 无法改变的 那确确实实是如此 那么我们应该下功夫的 在哪里啊 我们应该着力的 我们想改变我们业力 从哪里做起来 从凡朗障上下手 凡朗是我们先签的 这种凡朗障 你看我们戏谈了 有剑凡朗 有私凡朗啊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这种 贪承吃慢的习气 政见的建立 如果说是友善知识的引导 如果说是我们 时时刻刻 能够扪心自问 把我们自己摆在一个 反复的立场上 其实这个还是不难的 那当然是除过有些 特别自以为是特别高傲 悟空一切的 认为自己比佛还厉害的 那是没有办法去改变 那也很难去凶化 那一般人 他至少还是有点自知之谜 知道自己是一个 埋伏的根性 知道佛是智者 知道善知识的引导 虽然我们跌进佛会的 去向解脱的 但最终所要面对的 还是我们自身的烦恼习气 自身烦恼习气 其实贵根的当下 还是我们念头的三起 我们的心念 一天到晚在做什么 这个是我们自己要 扪心自问的 我们有一天 有多少念头 是希望能够成佛的 是在求解脱的 是在利益他人的 是对这个世界 有点贡献的 当我们如果说 反观我们的念头 正念多的时候 敬念多的时候 慈悲的念头多的时候 那说明我们的账 这种障碍 肯定会减轻会减少 如果说是我们观察 我们的念头 念念生气 都是在敌我对立当中的 都是在想着抱负啊 想着不平啊 想着称恨啊 冤证啊等等等等 那就说明 障碍会越来越厚重 那过往的业没有相较 新业又成几何倍数的增长 所以善德大师这里说 众生账重啊 在这个时代 取不知者难期 这个取啊 就是获取的意思 取得的意思 取悟之者 取悟之者 就是得到开悟的人 蓝欺 很难碰到 也很难就说 我们是X败 我们期望某个人 我们期望我们自己 能够开悟 能够明信见信 但是几十年下了以后呢 萝卜还是萝卜 白菜还是白菜 没有丝毫的改变 就说在这个时代 不要说是我们自己 我们想要遇到一个 开悟的 明信见信的 善知识啊 那需要多大的福报 不是说是善知识太少 所以我们自己福报不够 我们善根太浅包 我们遇不到那样的善知识 那么没有这样的善知识 没有这样的 我们没有这样大福的 当日魂能感得 这样的善知识现前 那么我们 我们自己的自信 也会相隔越来越远 那所以善德大师 这里谈的 还是通通法门的修学 所以虽然教起多门 释迦师中所开闲的 解脱的方法很多 门禁很多 但是凡夫众生了 凡护 护业 凡夫当然是有货业的 或就是凡老 或就是有习气 有贪嗔痴 那么有业力有障碍吗 过业俱足的凡夫 无由便懒 这个懒 有观懒的意思 有通懒的意思 这个懒呢 也有摄取的意思 就说是法门太多了 刚才我们谈到的 经典太多了 对于一般 这种凡护俱足的凡夫 凡老俱足的凡夫 那智慧前上的反复 你想要让他去各个法门 去溜一边 或者说是让他通过各个经典 自己的修学 能够摄取一些精华 基本上都不可能 所以在这个时代 你看我们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真是看到这些经典 我们也是非常惭愧 那有些同学 非常喜欢学法下维持 有些同学也非常喜欢学天团教官 也有些喜欢学花言毅力 但是这些你看 每一个宗配 你要是开始 要是好好地去学 真的是要一心一意地去学 你每个十年八年的功夫 这个宗配 你丝毫 所知的依旧是 一漂水 未知的呢 是大海水 并且你在修学的过程中 深入的过程中 越到后面 越到上面 这些毅力方面 会越精微 那因为在后面 这些毅力 深层次的意义 都是和自己的修学 和自己的证悟 息息相关的 主持达到的文字 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境界 跟不上去的话 在我们面前 就是普普通通的文字 同样一段文字 十年八年以后 或者二十年以后 我们再去回头去看 你所看到的 你所感知到的 它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这里是谈到 我们这个时代 凡夫所遇到的问题了 凡夫太多 这是佛的慈悲 应对我们不同根基 但是呢 具足或业的凡夫呢 没有办法去辩了 一门都很难精通了 一行都很难成就了 何况做多门 何况去行多行 好 再来看方面 欲为其知情 我今要欲往生安乐 回愿如来 教我思维 教我正受 欲啊 我们在开心记的时候 总是百千万节 懒账欲啊 非常非常的幸运 我们遇到了 欲提西夫人 她为我们侵罚 所以欲提西夫人 她也是被破的 你看 当她的生活中 你作为国太夫人 作为皇后了 遇到这么大的功勤变故 感受到这个世界 一点都不可 一点都不想留下来 想去一个没有烦恼的地方 看不到恶人的地方 听不到恶言语的地方 求佛问佛 让佛你看把这种 各个国陀像光目 就像我们现在的投影一样 感现在她面前 让她来选 她说 我今要欲往生安乐 所以她对佛说了 为提智 智就是表达 因为她感觉到 娑婆世界的苦难 特别是自己的章欲 让她深切地感受到 这个世界的不可留恋 所以表达自己 要处理娑婆的意愿 要欲 要是欢喜 欲是愿求 通过释迦世宗 对她展示 释放这一切净土 她最终的选择是 希望自己 能够到阿弥陀佛的 安乐净土 也叫极乐净土 那么当然 她选择目标以后 希望释迦世宗 告诉她方法 所以呢 她说 为愿 就来 教我思维 教我征守 这里大家特别注意 这两个字 思维和征守 思维的意思呢 是修订的前方便 这个不是乱想 在修订之前 比如说 就我们现在这个 十六万经而言 从前面的日观 水观 地观 到这些体态楼阁 最后到正报的佛菩萨 等等 那么这些思维的过程呢 就是在简择 一些是依报 一些是正报 方法怎么样去做 这个后面呢 建盟里面 会有详细的述说 善德大师的阿弥会 解释得非常详细 所以这个 做准备的工作 找方法 找途径 这个叫思维 这是要准备修订 修订前的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做好以后呢 开始按部就班地来修学 这个叫思维 正寿呢 这个正寿啊 正是相对于 不正相对于邪 什么是正寿呢 定中的三脉寿 定境叫正寿 通过前面的思维准备 知道了方法 按照方法去修订 然后呢 得到了定境 入定了 享受各种各种各样的境界了 没有其他的杂想乱下三起了 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 在定境里边 非常的维系 非常的庄严 这叫正寿 所以大家不要看望门生意啊 因为思维就是做那边胡思乱想啊 或者想什么东西 正寿呢 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都是与 直观有关的 与定境有关的 思维是方法 是钱方便 正寿呢 是得到的境界 那么伟齐西夫人 为什么会这么问问题 你看 大家看问题 我想 方愿求生 安乐国土 我想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 希望如来 希望释迦世宗 告诉我 思维修订的方法 我们知道 这是佛助士时期 正法时期 伟齐西夫人 对于释迦世宗所说的 一切严教都很熟悉 我们在前面 曾经讲述过 佛说观经的时候 是佛最后的教化的 这一段时间 从年龄上来算 应该是七十多岁 那我们知道 佛寺八十岁入涅槃的 是讲法王子 法法经的时候 对 发生了这个 阿弥陀佛王子 发动的功情证变 所以呢 讲关键 所以伟齐西夫人 他有一个 在脑袋里面 有一个继承的观念 因为那个时代的众生 都是通过修订 通过修订 处理三界了 通过修订 你得逞净土啊 所以呢 他问佛 直接也是问佛 怎么样通过修订 修什么样的订 才能够到阿弥陀佛的 极乐世界去 然苏佛化主因其请购 及广开 净土之要门 这些文字大家一定要 询 苏佛化主 在苏佛世界 化现的 教导我们的 释迦师兄 这是这个世界的教主 也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这一个教化区域的教主 因为伟齐西夫人 她的情法 而广开净土之要门 一般 我们安慰 齐西夫人问问题 你问我 修订的方法 通过修订 到极乐世界 那么释迦师兄 会告诉你 好 我就告诉你 第一怎么样 第二怎么样 第三怎么样 正常的是这样 但是 圣诞大师这里说是 广开净土之要门 为什么要广开呢 广开说明 不是正常的回答 我们现在来说 就是畅常发挥 或者说是 告诉了伟齐西夫人 在她修订的方法 滋味的 还有一些特殊的方法 那这些方法是什么呢 首先说广开净土之要门 要就是很紧要的 很重要的 很惊要的 那我们看到 在各种大称经典里边 谈到求生净土的方法了 像十王神经 像奕盘经 万经里边 无聊寿经里边 阿弥陀经里边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求生净土 那么谈要门呢 就是最重要的一些方法 那么这种重要的方法呢 在观经里边 谈是有定善和散善 两大类 定善呢 就是修订的方法 或者叫修观的方法 这个呢 是委提西夫人所问的方法 那么释迦师兄呢 应他所问 告诉他怎么样去修学 所以呢 在十六关里边 从第一关到一十三关 都是修订的方法 那么这里谈到 虽然广开 就除了修订的方法以外 还有其他的方法 那么这些方法呢 是属于散善 为什么属于散善呢 散是相对于定 定善呢 就说明 在那边有修定 有定境 有功夫 以功夫得往生 散善呢 说明这个心散乱了 达不到一心不乱了 怎么办呢 但是我很想去啊 难道阿弥陀佛不让我去吗 所以呢 散善呢 是属于三福九品的内容 九品往生的内容 特别是我们看到十六关里边 到第十六关 下三品的往生 全部都是恶人 特别是下下品的往生都是五逆十恶之人 就是我们今天是会思作绝的这些 大逆不道 不孝父母啊 威尼斯长等等这些 但是这样他一念的回心 一念的回转 回头是爱 发愿求生西方极乐国 阿弥陀佛依旧慈悲接引他去 这些呢是属于药门里边散善的内容 通过一念的念佛行持啊 通过各种各样的修复作为啊 通过各种各样的故事啊 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义工啊等等 我们都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都属于散善的内容 都是可以成就 那么所以 这些散善的内容 九品往生的内容呢 不是伟奇希夫人所问的 伟奇希夫人问的呢 是根据他的惯性思维 那个时代大家都是通过修订 所以呢他问 通过什么样的思维 什么样的郑寿 能够让他得尽进 得生极乐世界 但是 那我们如果说仔细去看 从观想的步骤到第七观的时候 到第七观华座观 时观想阿弥陀佛所做的莲花座 那个太有精微 太精细了 一般的人根本都是想象不出来 也没办法去观 所以 所以我提希希夫人听到那个时候 心里面就感觉很疑惑 所以这个佛的莲花座这么维系 这么维妙 这么宏大 不可思议啊 末世的凡夫怎么样能够有能力观想到这些 这么精微的这些内容 所以他这个念头一动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马上就陷在面前了 陷在面前了 放光铸造 铸造为其夫人 给他传适在面前了 给他传适一个信息 如果说是修观修不起来的话 这些定境的内容做不好的话 只要能够回心正念念佛 回向地龙王神 这个一下子就给了他信心 所以这里是用广开净土之要门 这次释迦是从以他的大慈悲心 特别为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 广开的九平往生了 那如果说是没有这个九平往生的内容 只有前面十三观的内容 这个时代的众生啊 真的是很难有希望 那如果说是我们再去仔细地去 品读九平往生这些内容的时候发现 哦 佛的慈悲真是无畏不止啊 那时候我们知道很多人就读九平往生这些内容的时候 他一下就生起了信心 那知道我们这一生 只要我们现前能够回转了 过往所做 比如昨日死啊 现前种种 比如今日生 从今以后洗心革面 一心一教分心 我们这一生都能够得解脱 那么这些是定善的内容和散善的内容 都是属于非常重要的 非常紧要的往生途径 这个是要么 那么后面又说 安乐能人显章别意志同愿 嗯 这部分内容 如果说是我们 下去在读很多参考资料的时候了 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 那么有些说是广开净土之要么 这是释迦失踪的说法 显章别意志同愿呢 这是阿弥陀佛的教法 因为后面说什么 安乐能人嘛 那么有些也会说 这是前面是释迦失踪的教法 后面呢 是阿弥陀佛为了配合释迦失踪 特别呢 开写弘愿门 但是这里边的意思 我们要仔细地去品味 极乐世界我们都知道 是阿弥陀佛 经过无量节的机功累得 所感得的报身 他是清净场 阿弥陀佛叫无量光 也叫无量寿佛 我们这个寿佛世界呢 这是释迦失踪 前来硬化的绘土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心很刚硬 很难慈悲 很难仁慈了 很难有同情心 同理心 所以呢 释迦失踪在这里硬化 叫能仁 让刚硬的心能够转化 能够转柔软 转慈悲 能仁叫静默 就是众生太烦躁了 心动得太厉害了 所以呢 让他能够静下来 心静下来 觉悟慈悲 所以呢 一般我们把释迦失踪 叫能仁啊 这里为什么说 安乐仁人 阿弥陀佛叫能仁 像这种惩罚 其实来说 可以说是善当大师 所独一有话 其实所透显一个信息 是非常有意思的信息 那么这种书法呢 其实在唐代时期 这个华言中的清凉博士呢 他曾经也有这么说法 他是修修华言麻界观 他说这个 鲁德拉佛 鲁德拉佛 这是属于报身佛了 释迦牟尼佛 这是属于化身佛 所以鲁德拉佛 即是阿弥陀佛 大家仔细 思考一下 报身佛 即是阿弥陀佛 化身佛 是释迦牟尼佛 鲁德拉佛 即是阿弥陀佛 那不是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 就是一个报身佛和化身佛的关系吗 如果说是释迦牟尼佛 是阿弥陀佛 化身在我们苏佛世界的 帮助报身佛来叫化 封身千本一刹土 你看 都是倒归众生到极乐世界 那如果说我们再看很多净土经典了 千金万笼 为什么处处指挥 指向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问题里很容易回答了 所以圣安大大师 这里说安乐来人 这说明 在极乐世界书法的阿弥陀佛 这是释迦师中的报身佛 当释迦师中在广开净土要门的时候 在苏苏法这些定善 再加上散善的时候 他出来作证 显章别一知红月 显章 显章相对是什么呢 隐秘 前面我们看到 圣安大大师希望 这些十方法界的三宝 能够敏加 暗暗之中来加持 让我们能够对三宝 生起空间信心 学佛文法 能够得到利益 让他所作的写书 能够顺利完成 但是这里谈到阿弥陀佛显章 他不是隐秘 这个显就是很显然的意思 章就是说明整个场面是非常宏大 或者甚至按我们来说 就是让每一个人都知道 让每一个人都看到 看到什么呢 当释迦是因为述说 这些极乐世界的这些 修身象征的时候 述说得赠净土的方法的时候 阿弥陀佛来出了证明 以非常宏大的这种场面 告诉在座的每一位众生 释迦是从所说 是真实不虚的 他的阅历 红阅 大阅 他的阅历 是能够加持给每一个众生的 所以这种场面 如果我们在读无量寿经的时候 我们学习无量寿经的时候也谈到 当释迦之中 你看在诗书极乐世界的这一切庄严结束 让我们生其稀有之心 非常详细的描述 然后再说我们这个所有世界的这种无恶无痛无伤 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真的是不能久留 生其处理之心 那么这个时候呢 阿难宗者就说自己想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想见观世音菩萨大师 是菩萨 实际上是宗帝说好 你把衣服整理好 起来对着西方三顶里 他一背下去阿弥陀佛就出现 像须密三王了 刚出这一切地表之上 就像我们现在地球上面看到 看到整个都是一个阿弥陀佛大象在那边 一切的日月星辰了 全部都是隐没不见 然后呢 阿难宗者所看到的是阿弥陀佛这种殊胜无比的象状 看到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以及看到释迦世音菩萨所说的极乐世界的一切环境的庄严 真实不虚 这也是显章 当释迦世音菩萨讲到这烂变的时候呢 阿弥陀佛马上来证明 那么当释迦世音菩萨在这里观经里面开净土的散善 那开净土的除这些净善自卫 修建的方法之外 九星瓦僧的内容呢 阿弥陀佛也是马上显着 非常显著地来证明 来彰显 他别意志红月 别意特别意虚言 这种别意志红月 如果说戏书 就是他所发的和我们所有世界众生息息相关的四十八元 特别意虚 特别对我们所发的四十八元 所以我们一般谈阿弥陀佛是怨害五宾了 对于不同世界的众生 怨文的强悟我 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四十八元里面 第一院 没有三恶道院 对于我们来说 因为我们说过世界有三恶道 有地狱有恶鬼有畜生 如果说我们学佛 我们名因果的话 我们都怕剁三恶道 所以阿弥陀佛的第一院就说 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 连三恶道都没有 三恶道的名字都清不到 你还剁什么三恶道呢 但是我们说我们有三恶道的夜阴呢 如果在这个世界随时还是可以堕落的 那么到极乐世界换一个地方都不一样了 没有语言 这一切的阴呢 它没有助缘 它是不发扬的 不起作用 都能扶得住的 那么在那个殊胜的环境里面修学 最终呢 这些夜阴都会消除 所以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由于我们息息相关的愿门 如果说是对一个践途的众生 其他践途的众生 应该我们看到 四十八月所设寿的 有凡夫 有菩萨 有此方世界的 有已经道极乐世界的 那么对于不同的众生 有不同的怨慕 如果是一个净途的众生 净途的菩萨 那么怨慕就和我们这些完全不一样 那对他们来说 都不需要讲什么无三恶道了 对不对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说释迦世宗特别以他大慈悲之心了 在韦齐西夫人所请请法的范围之位 特别加上去了 十三观之位最后三观的内容 这就是后面九语往生的内容 那么这些内容加上去以后呢 阿弥陀佛 以他的大神通大智慧 彰显 非常明显地 出现在这些众生的面前 来证明 释迦世宗所说是 真实不虚的 只要我们一念回心 十念乃至一念都能往生了 散善之行 我们一切的行事都可以回愿求生了 即使我们造作恶意了 我们可以忏悔求生了 那这些都处处所体现的 是阿弥陀佛的大慈悲愿 他很愿 要接引法界的一切众生 都到他的国土去修学了 尽早让法界的众生 能够从三界轮回里面处理出来 好 我们再来看后面 说 其要门者及此观间定散二门事也 定即吸力以年心 散即肺恶以修善 回思二行求悦往生也 那么这里呢 是善道大师来解释 要门的内涵 所以这些要门的内涵呢 就指的是观经里面所谈的 修定 以及指恶修善 这两大类的内容 这两大类的内容呢 这两大类的行持呢 都是能够回愿求生净土的 所以定即吸力以年心 这个吸力啊 力就是思虑的意思 我们现在很多我们这些反复众生的这个时代的 所遇到的问题啊 大多都是想的太多 读的圣贤书太少 自己呢 以自己这种自我意识啊 自以为是的想法 想太多以后呢 有时候就算牛角尖里面了 很难处理 思虑过风以后呢 启人犹天啊 越思虑 自己的烦恼越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思虑都是妄念 所以佛为什么让我们多念佛呢 因为念佛 佛念是亲近念的 如果说这种思虑 是如法的思维 如理的凶修 这是对我们有注意的 但是如果说这种思虑 只是自己想看 自己想看 自己为了证明自己的念头 如果说经典里面有句话 证明我说是对的 或者这种法师所讲的是 我讲的是对的 他就很开心 如果说是 自己所想的是错的 不看 妄念太多啊 那越思虑 它就像个螺丝钉一样 你又就念越钻越深 残老成熟 所以我们很多的这种 心理状态 出梦期大多目前 都是这种前行 那么佛我们看到 开设的各种法门啊 为什么你看 禅门修学要参一个画图了 它无非也是叫仔细思虑 仔细妄念 用一种非常逼折的方式 你看这个天气图风团 是谁自公安 时时刻刻 提起念头 我是谁 吃饭时候 吃饭的是谁 睡觉的时候 睡觉的是谁 走路的时候 走路的是谁 生气时候 生气的是谁 开心的时候 开心的是谁 念念去参这个画图 为什么呢 就是仔细我们这些杂念 把心拧 把心安住在定在 当下这个念头上面 那么时长日久啊 定力就升起来了 如果说这种思虑的 这种妄念止不住的话 心是凝固不住的 安住不住的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时代 各种各样的方法 我们谈这个时代 谈最多的现在 目前是mindfulness 要正念正念 吃饭的时候 关注食物 我们要失踪五官了 走路的时候 关注我们当下 我们的走路 睡觉的时候 专注我们的睡眠 关注当下我们念头的生气 关注当下我们生气的 这个高点 他的moment 生气的行动作 就是让我们的念头 专注在我们的当下 这些正念上面 那么我们现在遇到最多的问题 是什么呢 干扰 小孩子也是 大人也是 你看小孩子为什么学习 学不进去啊 干扰太多嘛 一会儿这个念头起来 起来起来 想做这个一会儿 那个念头起来 想做那么 特别是这种游戏的干扰 大人也是如此啊 念佛念不进去 文法文不进去 那诵经送不下去 那或者说 这诵经的时候呢 手机在旁边 叮咛叮咛一响 好不容易心静下来了 刚送了几分钟 那一下子的思绪被打乱掉 所以你在专注 做这种我们的功课的时候 特别是诵经 从念佛的时候 那手机你都要一遍去 问你的关系 那等这个事情做完以后 你送经完了以后 你再去做你的事情 回那个手机也不迟嘛 你好不容易心静 专注下来做这些事情 如果说是一切 那么一点短时间的这种 专注啊 宁心 专注到这些正事 都保持不住的话 你想想看 我们这一切 倒完到底在做什么 心没有一刻三进 所以这种定善 修定的方法很多 我们看到这里 所谈的通过 借我们所熟悉的 十六观景里面 日出 日落 我们熟悉的水 慢慢转成流离地 这个过程 借助外在这些环境 让我们心能够定下来 能够阻断我们的思虑 所以阻断我们的妄念 阻断我们的思虑 非常非常重要 这种妄想 妄念的力量 非常强大 即使有时候 你阻断了 它就像汽车 刹车以后 它还要往前面撑了 这个过程是个 拉锯站的过程 它念起来 称称起来以后 你称称念起来以后 一直想这个人多讨厌 就想对方什么缺点 那你念头一转 慈悲的念头一起来 哦 你得想 那你就找这个人的优点了 那虽然我们开始 同一个人 这是我们念头不同的 那么长时间的 把这种妄念阻断 让我们心安住下来 念心 这个叫修定 这个叫定善 通过修定的功夫 定力 求真净土 回向求真净土 散了死肺恶以修善 这个肺恶修善 肺就是肺子的意思了 我们一般谈的十恶业 把这些恶业 生业 口业 欲业 仔细下来 然后反过来 修实善 那么不管是 所修的定业 还是择修善的散业 这个是没有定力所修的 都回向求真净土 但是有些人会说 实善的内容 你修的最好不是生天吗 都要 从自因自国来说 确确实实修实善生天 持五戒生人道 为什么 五戒实善的内容呢 这些内涵呢 行持可以回向求真净土呢 这我们知道 这完全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 所以这里一定要谈到 红愿了 所以说 言红愿者如大金说 一切善恶反复 得生者 某步皆成阿弥陀佛 大愿意立为增上缘 红是大的意思啊 阿弥陀佛在因地休息的时候 他下大愿了 他的愿心要建立一方昌盛十方祝福的净土 他超过自己的老师 尸子在王佛 那所以我们一般人的心量来说 学生又超过老师 老师觉得很不舒服啊 佛菩萨你超得越多越好 那所以尸子在王佛非常欢喜 知道这个学生 是可造之才了 就让他自己去修学 自己从自己自信里边找 建造净土的方法 成就佛道的方法 那我们看到阿弥陀佛 他在因地的时候 他就不同反响了 他说这个境界不是我的境界 所以要借助您的 神通借助您的道理 借助您的智慧 引导我 帮助我 让我亏速成就 所以我们看到尸子在王佛 才把这些十方二百一十一刹土 这种净会的现象 展现在他面前 也是跟下方电影的一样 那么净土的这些精华 他全部都吸取 惠土的三国呢 全部都舍离 最后呢 才构建了要建立 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 以及途径 然后才发四十八大院 这种大院的发出啊 特别是谈到其他的国土的众生 非常奇妙 我们知道这种佛 成佛以后 佛的净土 摄取的一般都是慎重的 那或者说是定力很足的 这些这一类众生了 唯有阿弥陀佛他发愿 他的国土要摄取 反复到他的暴徒啊 反复与暴徒 我们知道这个差距太大了 暴徒是佛的暴徒啊 等觉菩萨都没有办法 契入到佛的暴徒 都要佛射兽 到他的暴徒里面 长期光土 去感受他的境界 而阿弥陀佛竟然说是 反复众生也可以到他的暴徒 去感受长期光土的 这种殊胜不可思议 这就是偶一大师说的 既凡既圣非凡非圣 反复众生本来是凡劳俱足的 但是呢 到极乐国土以后呢 他的享用 他的受用 他所得到的利益 却是和圣者无二无别 和圣者无二无别 但是从那句来说 他又是一个反复巨足 他又反了巨足的反复 十方岔土都找不到 这样的奇妙的往生者 十方岔土也很难 给他安立一个名字 说圣人吗 他是反复 错反复吗 他是 这是阿弥陀佛在极乐国土 所设受的反复众生到他的国土以后 所产生的这种奇特的现象 所以在《无量书经》里面 所以这个《大经》里面说 一切的善恶反复啊 得往生者 莫不是皆臣 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缘 刚才我们谈到 以防我们一般反复修学 五戒十善 五戒十善从自因自国来说 因果规律来说 这是得人圣啊 最多也都生千道啊 但是五戒十善 为什么可以到极乐世界去 这完全是阿弥陀佛 他的大愿设受 完全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所成就的 不可思议的增上缘 那么这里谈阿弥陀佛大愿 一力为增上缘 大愿 是说一切众生 法界一切众生 不是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星球的众生 那所以说 我们看到说极乐世界所描述的 法界众生到极乐世界 莲池里边每天啊 年华开负的众生 上岸的众生 像语典一样不计其数 但是呢 在整个广袤无边界的极乐世界 也不显拥挤 再广年广了 不可思议 那么阿弥陀佛通过 无量节的机功累合的修学 发了大愿 这个愿发出去以后 愿要有力 有射手力 那是要通过行山去前愿 愿发的愿大 他的行驶要越辛苦 越艰苦 那所以他发完愿以后 他又是经过无量节的 机功累得的修学了 才成就大愿 愿行圆满 极乐世界自然出现 阿弥陀佛自然成佛 这是同时的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说 大愿业力啊 有些一看到这个业力 阿弥陀佛也还有业力 这个业力是个中性词啊 我们反复我们的业力是污染液的业力啊 坠着我们的这三界里边 绑着我们的三界里边 甚至让我们下沉的业力 阿弥陀佛他的业力是亲近的业力 那亲近的业力啊 能够穿越整个法界的业力 大愿的业力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呢 就是因为他无量节的行驶 这所有所发的愿望 他全部都实现了 都做到了 所以业力的摄受变成了法界里边最强的强员 增上员 这个增上员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在前面看到善道道西也谈 一切反复都有与如来无二无别的 如来藏 无二无别的自信 无二无别的真如 但这些真如怎么要起作用 真如则是因啊 佛性则是因啊 如果说让这些发芽 要决动要成佛的话 要成就的话 必须要有增上员 这个增上员呢 就像土地与种子这么重要 你自有种子 你想要种子成果啊 结果实啊 如果说没有土地 你怎么做 或者没有水 你怎么做 但种子永远是种子 发不了量 我们佛性的种子 我们每个人都有啊 我们缺 缺这种决定性的增上员 所以阿弥陀佛的大愿意里 大愿力 是我们成佛的增上员 阿弥陀佛的大愿力 当我们有心愿 以五界十善 求生西方极乐国陀 都是继阿弥陀佛的增上员 能够让我们到极乐世界 直至成佛了 所以这个增上员 有时候在特殊环境下面 它是有决定性的力量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法华经里面谈的 佛种从缘起啊 就谈的这个强增上员 善大大师在关键法门里面 谈五种增上员 这个对于念佛者来说 有现前的增上员 以及灵往生的增上员 所以第一个 谈灭罪的增上员 我们不是说 我们是烦恼深重的反复吗 我们不是说 我们业力深厚吗 念佛能够相救也 念佛能够仔细我们的妄念 念佛就能灭罪啊 这是当下的 第二个是谈护念的增上员 一心一意念佛之人 我们快视往生经里面 有二十五位菩萨随时隐护啊 每身每刻都有这些佛菩萨 在护佑我们 忽悠我们就说 我们这种各种各样的水火恶烂 那突发世界呢 都会迎刃二解 并且呢 互念我们能够保持正念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让我们心不要退失了 第三个是谈见佛的增上员 那见佛增上员 这是谈得定以后啊 谈得三美以后 念佛三美三美中华 念佛三美叫佛力三美啊 当念佛的功夫越来越深的时候 达到有一定定境的时候 想见了中佛 佛就立在我们面前了 那这是从现前的角度来说的 第四个从设身增上员 我们临命中的时候 我们的念头去哪里 这是刹那之间决定 我们的上升或者是向上员的 从一般凡夫来说 领中的时候 每个人 基本上都是恐惧的 叛生怕死嘛 这都是我们与生居然的习气 这也很正常 人怕死啊 小鸟也怕死啊 小狗也怕死啊 小猫也怕死啊 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一念的恐惧来说 可能就让我们这很长时间的休息了 这些功夫也得打水漂了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说是有一种力量 让我们的恐惧转为欢喜 让我们的恐惧转为安心 让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眼前不是一片黑暗 而是一片光明 那这种力量对于我们来说不就是绝对绝对的增上员吗 这不就是阿弥陀佛第十九愿的承诺吗 每一个众生 只要支撑恳切念佛求往生 他在灵命中的时候都会应愿而至 都会陷在我们面前了 让我们心不要乱 让我们再不要贪恋这个世界 让我们不要制作 让我们对极乐世界生起欢喜 让我们安安心心地 像睡着了的一样 非常自在的 非常自然的 随着阿弥陀佛的接引 这一生啊 超凡入身 所以这个 设身增上员 对我们这些反复众生来说 太重要太重要了 这是解决我们无量节生死流转过程中 临终这一刻了 最关键时刻 阿弥陀佛出现解决我们最关键的问题 你看像这样的问题 还有谁能解决 我们的父母没法解决了 医生没办法解决了 钢科技电脑也没办法解决了 金钱也没办法解决了 名誉地位也没办法解决了 而这个时候 这些关键的问题 自有阿弥陀佛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这些当 阿弥陀佛在因地发院的时候 祂所发的院是如此的细微 想到的都是我们最关键的问题了 你就感觉特别感动 这是菩萨的心肠 度众生从哪里度啊 在众生最需要的时候度 那么最后一个说 正身增上人 正是正德 就是保证我们 凡夫生灭后 神世到极乐世界 每个都是做阿弥陀治菩萨 这也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承诺了 所以这些增上人 我们看到 一切善恶反复 就是说 每一个这个时代的众生 只要对阿弥陀佛产生信心 只要能够制成念佛 只要有愿望之心 阿弥陀佛都会重生 从念佛那一刻开始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那最后一分钟 那一秒钟 阿弥陀佛都会对我们投一眼 百分之百关注的 关爱的目光 对我们自己帮助的热手 当我们遇到各种各样恶难的时候 都会失时失机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帮我们来解决问题 我们总是谈到说 观音菩萨千出其求千出应 阿弥陀佛也是千出其求千出应 观音菩萨本身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 观音菩萨度众生度去哪里 也是倒回西方极乐世界 谈了都去哪里 这是说有些人跟观音菩萨特别有缘 念观音菩萨 念最后还是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好这里我们就看出 要么里边所谈的内容 定善的内容也好 散善的内容也好 其实宏愿来说是自始之中 都贯彻在这定善二门里面 所以有些谈到说定善散善 这是释迦世中的说法 宏愿门是阿弥陀佛的说法 其实没有什么阿弥陀佛和释迦佛 对这里的差别 凉土衣服 望生活和化妆佛的关系 并且我们看到反复众生 通过五戒十善的行持 可以借阿弥陀佛的愿力 增上了到极乐世界 那我们知道有些圣者的行持 极乐世界是暴徒 暴徒暴徒 有些圣者的行持 如果说他本身 他修学的层次了 达不到的话 如果不是佛社兽 他也到不了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看到一般佛的差途 为什么说寺土是相隔的 隔开的 反正如如狱土 方便于狱土 死 г не ду 经济kä界有差异 你自因自果 你修正到什么境界 现前生在什么土 唯有阿弥陀佛的净土 是打通的 那他可以舍受 这一切众神都到他的长期光头 去感受他的境界 那也就是告诉我们 一切善恶凡夫 是借阿弥陀佛大愿到极乐世界 其实这些圣者 也是借阿弥陀佛的大愿舍受到极乐世界 但是到极乐世界 他感受佛的境界了 如果说没有阿弥陀佛的舍受 他也感受不到 他必须是借佛的愿力 以大愿为增上愿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又佛密意红身 教门乃小 三邪十圣所福亏测 况我信未亲毛 感知只去 别看这些 所以又佛这个信 佛密意红身 教门来小 佛密意红身 教门来小 这是告诉我们 佛所正的秘密 他的境界 他弘法的技巧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他要对于不同的众生 私设什么样的法门呢 这种呢 一般的三贤十圣呢 三贤就是三贤位的菩萨 诸位 行位 相位的菩萨 十圣呢 地上的菩萨 从初地菩萨到实地菩萨 以他们的境界 以他们的神通道理 都没有办法得到贿测 都不知道 佛的智慧道理有多深广 度众生的方法有多巧妙 所以我们看到 前天智智大师 和教门的时候 佛度生的方法 有秘密教 和不定教 佛可能度身 度旁边因为众生 所拥有的方法 我们坐在众旁边 我们都不知道 或者不对不同根基的众生 他会用非常善巧的方式去度身 这些都不是 一般菩萨的境界 所能达得到的 那么况这个 性位 亲毛 感知 志趣 性位 亲毛 这是个比喻 性位就是十性位 底下的菩萨 人望经里面谈 初性位到六性位 都属于亲毛菩萨 亲毛 像这个鸡毛啊 鹅毛啊 你跟风一吹就飘了 定不住 定不住 定不住是说明什么呢 是静静退退 菩萨道的修学 发起菩提心了以后呢 想做菩萨 想要度化众生 但是呢 遇到难度的众生 遇到 我们说的啊 这有些这种非常这种 刚强难化的众生 然后呢 然后呢 他觉得哎呀 算了 放弃了 这个菩萨太难做了 就像我们知道舍利弗 六十小节都是 这个六性位跑不过去了 六性菩萨到过程中了 就感觉这个菩萨 中了太难过了 那么到七性位 我们知道 从断正上来说 他已经能够出离三界了 但是呢 他依旧还是在静静退退当中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 菩萨的修学 一定要先得 阿底八智位啊 龙树菩萨 我们在这东东里边 千堂万台的菩萨修学 如果说是没得不退转位 那都是像头马 那样掉地上的那种感觉 如就头软 就如果说 没有得到不退转位的话 就说明 他这个根基还没扎得住 随时呢 他佛道的修学了 可能就到回去了 从头再来啊 所以善导大师这里说 况我信为其毛 感知智序 像佛度身的方法 佛的智慧 佛的功德 度身的各种施舍 三弦实胜的菩萨 都不知道 都没办法去窥测 何况是我一个幸会轻盘的凡夫呢 那这是善导大师 他非常谦卑的 以这种身份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 善导大师可绝不是普通之人了 但是他在这里特别 把他的身份啊 拉得跟我们一样 我们看到这个菩萨和反复的最大差别是什么 菩萨把自己身份降低 和我们反复一样 我们呢 喜欢把我们自己身份抬高 抬得个圣人一样 那么通过这样 这些修学呢 就是 是告诉我们 佛制 佛力 佛的功用 佛教化众生的方法 以及 佛谈这种大乘法门啊 谈净土法门 以三弦实胜这样的能力 都很难去愧策 何况是因为青毛 何况是我们这些功夫 那么我们应该从哪里下手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 好 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次要学习的内容了 那么我们下几部呢 大家把这些词写书的内容啊 去多看看 熟悉熟悉 因为前面选译的内容呢 他谈到的很多内容都是后面的 放观金呢 你就看一看 不然的话 我在这里讲的话 你可能有时候也是一通五水 不知道我就看什么 好 大家一起来回想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进土 上报四传恩 相继三处苦 若有借文者 西发几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福 好 那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 有时候 我愿意 转给你 我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